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爺寬可來小爺的 我會進到Includer 今天這集呢要來做一個活體實驗喔 就是來測試一下小人感染了這個殭屍病毒之後 該怎麼辦喔 那首先我來說一下殭屍病毒這個細菌喔 那其實在我第六集的時候我有提到啊 這殭屍病毒其實他種的機率非常非常的低 基本上你只要出去有穿太空服 不要亂帶東西回家的話 這殭屍病毒是沒有可能會中的 為什麼呢 那還記得我說過細菌進入小人體類 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枯吸氣體 另外一種是進食食物嘛 所以枯吸氣體的話是肺結核 然後進食食物的話是腸病毒 那花香跟殭屍病毒呢 花香跟殭屍病毒他都是一種過敏反應 那這種過敏反應都是針對小人 呼吸到這種細菌而產生的一個病 所以只要他沒有呼吸到這個殭屍病毒喔 他就不會中這個病了 那通常殭屍包子我們會從哪裡找到 那如果你有挖到石油去的話 你應該會找到一顆植物 這個植物呢 他會產生一些殭屍包子喔 在這個範圍裡面 可能這邊會有一點點 而且他生長的環境只有在這個二氧化碳 在二氧化碳裡面他不會有這個增加減少 這邊跨率是0 所以這個殭屍包子會永遠存在這邊 問題是 小人會呼吸二氧化碳嗎 小人不會呼吸二氧化碳 所以這裡的殭屍包子 會進入小人體內嗎 永遠都不會吧 永遠都不會進入小人體內的話 那小人會感染這個病嗎 其實就不會 所以基本上這個病是很難中的啦 不過還是會有人中還是會有人問我 要怎麼解決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 欸 如果中了這個病怎麼辦 那這邊也說一下 就算你沒有穿太空服 小人也不會吸到這裡的氧化碳 除非這也是氧氣了 可是你這也是氧氣 你也要考慮一下 這麼高溫的地方 你讓小人不穿太空服下來 這也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小人應該是先燙傷吧 而不是種這個病吧 所以小人很難會從這個原油區感染到這個病 通常會感染到這個病 都是你首多 把這棵植物帶了回家 那這個就跟我之前說的 欸 你家裡面的箱子啊 千萬不要什麼都帶回來 我不管你做多少個儲存箱 也記得要緊供打掃 小人只帶一些 你有打掃的東西回來 不要通通都塞回家 通通都塞回家也還好 也還好 你種子帶回家也還好 我也有一些殭屍 這是包子的種子在家裡面的 我應該有一顆在家裡面 欸沒有耶 我全部都沒有帶回家 喔帶回家也還好 你千萬千萬不要讓那個 PIP去種出來 PIP 千萬不要讓他去種出來 然後他種植狀態好像也會釋放出一些細菌 現在這個是種植狀態 所以他好像也會釋放出一些細菌 所以 好像最好就是不要帶回家啦 盡量不要帶回家 不過你帶回家 種下去了 該怎麼辦 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 我就直接種下去 然後 給你們看一下 這種植物 如果你種出來 或者是帶回家 就非常可怕了 我們直接種出來喔 僵屍包子 他其實家的裝飾是非常高的 這棵植物他家的裝飾 可是代價也是非常重啦 我建議不要亂種啦 這個植物 只要種上去 他就已經可以慢慢釋放出這個 張屍包子了 已經有一格了 有沒有 已經有一格了 不過因為他要生長在這個二氧塊炭的環境 所以目前這邊釋放的速度並沒有很快 所以我們種這裡是不行啦 我們要種在下面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把它改下去 有了 那他可以種植的時候 就會慢慢往旁邊釋放出這個殭屍病毒 那這個殭屍病毒呢 在二氧化碳環境 他是不會死掉的 他永遠會在 那問題想要怎麼呼吸到他 就是這些病毒慢慢的往旁邊擴散 來到這裡 這裡是這個二氧化碳跟陽氣的交接處 那只要接觸就會慢慢把細菌往氧氣上面送 當氧氣有了這些細菌 小人呼吸到了 就會有這個細菌感染了 那目前我們 先來看一下 接觸到殭屍包子 他只是接觸到而已 他並沒有種 他目前沒有呼吸到 如果呼吸到的話他就會跟你說 那個 會有多少趴會種這樣子 那目前還是沒有 還只是接觸到而已 我們要等這個細菌慢慢的往上擴散 所以其實從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你要在家裡面種 然後小人要種這個病也沒有那麼簡單 我真的不懂那些會種這個病的人是怎麼玩的 我現在放到家裡面小人要種的話 也沒有那麼簡單 你看這氧氣氧氣的部分還是沒有的 還是沒有這個細菌的 可能真的要誇上一些時間 不過沒關係 只要這個細菌量夠多的時候 欸 有一個中了 三個中了 那不知道他們是 喔上面這些啦 剛剛上面這邊已經有了 上面這邊我只是放下去一下下而已耶 你看 只是放下去一下下而已 上面這邊已經滿滿的這個殭屍病毒了 而且這個殭屍病毒 他的併發率是非常高的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有73% 那除非你人品很好 你有中那個27% 不然小人基本上都會生病 那生病之後就會看到 欸 他會減這個 屬性全部減10 而且要等18個週期 這個細菌才會解決 就是 他才會康復喔 除非你是有人治療他啦 那不然這10個週期裡面 他的所有屬性都會減10 那在這段時間他的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減少這樣子喔 不過其實對於後期的小人來說 全體能減10也還好啦 嗯 可能建築挖掘這種會比較差一點 可是他體能還是有個12的 體能還有12的話也不會比一般的小人差 就是還是比新叫出來的小人要好喔 不過其他事情是很糟糕就對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呢 首先我們就要先處理好這個細菌 細菌發生的地方 細菌從哪裡傳染出來的 我們可以剛看到這邊嘛 我們剛種在這裡嘛 所以你找到這個來源點之後 在這個地方我們要處理好這些細菌 那殭屍病毒他在氧氣環境上面 是每週期13%的 那這個死亡速度實在是太慢了 你可以估算一下至少要用個33週期 3%乘以33才100%嘛 才可以確保這邊沒有殭屍病毒 那33週期剛剛你可以看到18週期就康復了 所以你這樣子慢慢等他死掉的話 你要讓小人生病兩次 這邊才可以解決 所以太慢了不能接受 我們要做一些處理 那這邊你可以選用 種一顆會釋放出夸粉的植物 比如同性葉芽 同性葉芽它會釋放出夸粉 那一格裡面只能有一種細菌 當夸粉從這邊釋放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把殭屍病毒給燒滅掉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種同性葉芽進去 先把這個細菌來源地解決掉 那除了這個本來就有細菌的地方 我們底下這邊是不是還有這顆包子的植物 你要把它拔掉 這麼難再種了 你真的不小心種下去了 發現了把它拔掉 不要再留在這裡 不要探那個一點點的裝飾 它架裝飾是蠻多的 可是不要探這個 拔掉 拔掉之後也在這個細菌的來源地 種上我們可以釋放出夸粉的植物 那這顆植物它也可以在二氧化碳的環境下面種 不過比較尷尬的是下面這邊溫度都有點低溫 這個溫度不太適合種這個夸粉 不過其實你看到二氧化碳的細菌 也不太可能跑到氧氣上面 你看這氧氣只要接觸都沒有這個殭屍病毒 所以它只要沒有上來的話 那都還好 看一下你看氧氣還是無細菌的 所以這個地方反而是不用去刻意處理了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低的溫度 低溫是沒辦法解決這個夸粉的 低溫的話還是能生長的 過度反擊就是細菌太多會自然死亡了 可是低溫是不會燒滅這個細菌 那最後我們就要把這個殭屍包子 這個植物帶到一些有水的地方 嗯這樣子會不會把水流感染細菌呢 我也是第一次試喔 通常這個植物是不會帶回家啦 至少就不要再讓它在那個氣體上面傳播了 那就先把它帶下來 殭屍包子 或是帶到生活去外面也可以 那剛剛這邊會爆發這個殭屍病毒 是因為應該我拔掉那個植物 然後丟到地上然後慢慢施放出來的吧 嗯 欸看一下喔 這邊種了夸粉之後你看 殭屍包子都死掉一大片了 這邊都看不到殭屍包子了 那這邊也在慢慢施放 慢慢施放然後慢慢的把這個殭屍包子殺掉 然後可能有時候被一些氫氣影響到 沒關係這個 總比它慢慢死掉來的快 這殭屍包子死掉就好了 然後上面這邊看一下有沒有 這邊這顆趕快拔掉 不要再種了 OK 那只要等這個殭屍包子慢慢死掉 那小人就不會再接觸到這種細菌了 不會再接觸到的話 那後面也不會再感染到這個病 那就等那些中的小人 喔你現在三個想中了嗎 等他們三個病好就可以了 這就是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啦 那當然殭屍病毒這個病 還是可以用醫生去治療的 如果你中了這個病 你需要一個醫生 然後把技能點到這邊進階的醫療 點到進階醫療之後 再要蓋出一個醫療艙出來 然後還要在這個技能台裡面 做出一瓶這個血清的瓶 那就是這一根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它需要一顆叫做陽光發光蟲的蛋 那陽光發光蟲呢 你需要從螢光蟲這邊去養 螢光蟲你要給它吃烤中果 才可以有機會生出這顆蛋 那烤中果的話 你就自己種一些中果 那種中果的話 你需要用30度C以下的水 30度C以下的水 而且要有光的環境 才可以種出這個中果 不然你從野外收成也可以 拿到中果之後 把它烤熟 再餵給螢光蟲吃 你就有拿到這顆蛋 拿到這顆蛋 你才能做這個針 做了這個針 再做醫療艙 小人才可以治療 所以其實治療這個病毒 是非常麻煩的 而且通常我們都不會做這個針啦 因為我一開始都說這個病實在是太難中了 既然很難中的病 我幹嘛要做這個針 所以通常都是你中了這個病 你才要做這個針 才要做這個針的時候 你就要搞一大輪 可能養一養螢光蟲 種一種中果 那個小人就病好了 所以其實這個針也還好 除非你有事先做啦 那有事先做的話 你可以讓小人去治療一下 那小人治療好的話 他也會自帶幾天的免疫 就是他治療好的幾天 是不會再中這個殭屍病毒 那所以你可以安心的治療他 不過要記得的是要先解決那個細菌的來源 不然他治療好過幾天 又中又再治療 那就浪費了 所以這個細菌的來源要先確保好 不要再讓這個殭屍病毒蔓延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做一下治療爆 我們剛好有一瓶血清了 那這邊需要一個醫療倉 我不太確定要不要把它弄成這個醫療房間 如果要弄成醫療房間的話 你就要多塞一個廁所 然後餐桌這樣子 如果不需要的話 我們看看喔 如果直接這個醫療倉 能不能用這樣子 感覺是不太冷 因為他這邊也說需要這個醫療設施 嗯 所以我們還是要補一個廁所給他 那這個廁所是不用接管線的 嗯 因為我們只去用來 加那個房間效果而已 好吧 目前生病的是不是我們的礦工 如果是礦工的話 那也是蠻慘的 他建築速度會有夠慢 欸 還好喔 我們建築工是沒有生病喔 不過他們應該都有接觸到殭屍包子 嗯 都有接觸到 可是沒有枯吸到啦 對 他體內是沒有殭屍包子的 那因為我們 欸 這個有了 這個剛剛 有接觸到了 然後他 因為接觸的量不是很多 所以他只有38% 那 就一半啦 38%看一下他會不會中 會中的話我們只有第四位了 通常判定的話都是早上的時候判定 欸 有了 38%就中了 那基本上 呼吸到 就會中了 嗯 這沒辦法 然後底下這些 希望不要跑到 欸 有了 有慢慢蔓延到氧氣上面了 那就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這邊我們還是要做一顆 那個 瓜粉的植物 嗯 這個溫度應該是適合種啦 我們種底下一個吧 感覺 我應該 全員都會中了這個病 呵呵 好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玩到大後期啦 那個我想中其實也還好 只要確保來源的細菌有死掉就可以了 那這邊 種一下這個同性葉芽 那除了這個殺菌手法 還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 什麼濾氣殺菌啊 那在這邊是不難用的 千萬不要再有氣體的地方 灌濾氣進來 這樣子只會讓你更麻煩而已 你現在已經有 二氧化碳氧氣氫氣在這個生活區 也多灌一種氣體進來 就更麻煩了 所謂的濾氣殺菌 很多人說的濾氣殺菌 是 在一個濾氣房間裡面 可能呢 放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裡面放一些有細菌的礦物 然後外面的濾氣把它殺掉 這才是濾氣殺菌 或者是如果你要殺氣體上面的菌 那就放那個氣體瓶 放那個氣體瓶 你不要把氣體灌進去 或者是把濾氣灌進家裡面 這對殺菌沒有太多的幫助 因為濾氣殺菌它是殺濾氣身上的細菌 你看 濾氣身上的細菌 我這邊有濾氣 為什麼它還有細菌 因為這些細菌不是濾氣的 是上面的污氧的 你可以看到 我這個濾氣 它有殺這裡的污氧嗎 可能你說這距離那麼遠當然不會 那靠近一點的 這個濾氣會殺到這個的污氧的細菌嗎 它殺不到 那為什麼 這個細菌還是會減少 那是因為污氧 把細菌 擴散到濾氣身上 然後濾氣把它殺掉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 污氧它的繁殖率是多少 每秒加20 細菌它的減少率是多少 每秒減4 所以這個細菌也只會越來越多 所謂的濾氣殺菌 絕對不能這樣子用 你這樣子永遠都殺不死 這裡污氧的細菌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濾氣灌進去 永遠都殺不死 那這邊 除非啦 你是把這裡的污氧誇炭 抽到一個 氣體瓶裡面 然後這個氣體瓶 剛好 在這個濾氣環境 這樣子才可以完全殺得到 不然這種只是浪費時間 千萬千萬不要把濾氣抽進去 濾氣殺菌不是這樣子用的 而且我也不太喜歡濾氣殺菌 我基本上是不會用濾氣來做任何的殺菌啦 那這邊我們放一顆植物 來抵擋一下這個細菌 不要跑到氧氣上面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細菌量感覺有點多 所以可能一顆都是不夠的 這邊感覺要多加幾顆 然後上面這邊都是誇粉了 那殭屍病毒應該都死光了吧 那我們這邊可以拔掉了 這邊就拔掉了 我們把它集中到下面這裡 那下面這邊比較尷尬啦 因為我種血脈啦 那個溫度比較低溫 因為我們這個 童心葉牙它需要的環境在20到40 那看到這邊 都低於20 所以我們只能種在上面啦 不然我種在下面的話 那個殺菌速度會更快這樣子 不過沒關係 我們抵擋住就好了 欸然後那個 有一個小人治療好了 我剛剛沒有看到 那這邊有出這個醫療房間 就可以治療了 那這個廁所就不用接水管 你如果要接水管的話 請你多蓋一個洗手台 不然它在這邊上廁所 沒有洗手就機機了 那這邊我們主要是要這個醫療房間 然後給它用這台就好了 那血清的話我們只有做一瓶啦 那你也可以 養一下這個螢光蟲 給它吃那個烤樟果 看一下喔這個 它產蛋係數 一週期67% 這是1.5週期一顆蛋 那就是救了 應該就產下一顆 陽光螢光蟲 那陽光螢光蟲 是不是因為殭屍病毒怕陽光啊 所以要用陽光發光蟲的蛋來做這個血清 然後把殭屍病毒殺死 欸如果是這樣子也蠻有趣的欸 陽光嗎 殭屍嗎 剛好相剋啊 也算是一個小彩蛋啦對不對 喔醫生在做藥了 不過我們還需要一位醫生 需要一位 額外的醫生幫我們的醫生來治療 它現在功能速度好慢喔 機械剩下1了 這個比新人還差欸 太慘了 然後這個創造力 是影響那個 掛畫齁 如果現在我們創造力去到0的話 這樣子他做出來的掛畫還是完美嗎 我們現在藝術大系這創造力走-4 我想讓他做一下這個掛畫看看 他還是可以做出最完美的作品 只是做的速度會比較慢啦 因為創造力影響的是速度啦 不是影響作品啦 所以這個其實也還好 有了血清做好了 好下一位治療 他的眼睛 這個可以用來做那個 做那個 縮圖了 我先截一下圖 哇治療速度也是很慢喔 感覺今天應該來不止治療 然後我們還需要再一位 再一位醫生 嗯 我們找 找個新人去做吧 反正他還有很多那個士氣啊 這個 OK 這樣子就兩位醫生了 看一下 他是誰 OK 我們把那個醫療優先 醫療 OK 喔康復了 那我們現在還差兩個 這邊再產個兩顆就可以了 欸話說我剛剛點到的那個 也是 在生病的欸 現在剩下兩個醫生在生病了 那就互相治療吧 加油 那其實這樣子就沒問題的啦 嗯 接下來就時間問題啦 那底下的細菌也壓得好好的 這邊也不會再種了 最後你們就記得 不要再把那個 欸 殭屍包子的植物帶回家種就好了 帶回家也要小心那個PIP 到底會不會翻出來 那如果你PIP翻得出來 然後剛好你有一些 這種野生的地形 那PIP種下去那就集體生病了 那生病也還好 記得把源頭給解決 就不要再讓那些細菌給擴散了 那用細菌去抵擋細菌是最好的辦法 刮粉去殺掉殭屍包子的病菌 那因為你那個植物拔掉之後 包子數量不會再增加嘛 不會再增加的話 那刮粉總有一天會把它殺死 所以這邊就不會再種這個殭屍包子了 那小燕也不會再生病 那剩下就是治療 到底你要用藥去治療 還是乖乖的等這個18週 我覺得18週還好啦 那治療的話是比較快 可能你平常要事先準備一些藥 不過我覺得啦 呃 這個預防剩餘治療啦 你不帶那棵植物回家 就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OK 好了那今天這集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忙按個讚 如果想看我最初的更多 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就記得訂閱我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不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小燕 我們下一集再見